刘晓东 男35岁 内蒙古人 高中 您好 涂雷老师好 您好 您站到您的位置 12位老总好 站到您的位置 大家好 我是来自内蒙的刘晓东 我今年38岁 高中学历 有12年的销售经验 10年在伊利失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 两年是在天津华明食品有限公司工作 主要是销售酸奶产品 后期是因为就是自己肥胖 最终的体重达到345斤 途中影响家庭影响工作 就整个就失业了 完了今天我想来到非你莫属这个舞台 寻求一份我自己的新工作 他们出来原来300多 对 最胖的时候345斤 现在呢 现在148斤 哇哦 周佳音有希望了 图老师我也是一个从190斤减了60斤的人呐 你130啊现在 对啊 你骗鬼啊你130 我只是看起来很肉糊而已 这是我最胖的时候 那个穿蓝衣服的时候是345斤 完了中间那个是330斤 当时是由于我太胖就是说每到就是北京雾霾的时候我就引起就是引起肺炎到后当时是打点滴的那个时候 怎么进下来的 不不不不不老师怎么怎么怎么先胖上去的我都很好心 就是因为上班完了 再加上我媳妇坐月子 两份工作 几乎就是24小时都在上班 白天在伊地公司上班 晚上我到时候去那个 麦当劳打工 生活不规律 内分泌失调 再加上自己吃冷的 晚上暴饮暴食 最后一直就增到 就那个345斤 过劳肥 345斤的时候 给你生活带来了哪些不便 坐着站的都能睡着 你不能躺着睡吗 躺不下 你只能坐着睡 对 因为我躺 晚上有呼吸站停胜 就是说只要 容易躺着睡过去 对 就是那个平躺 坐飞机也坐不了 坐不了 你坐不了那单个的座位 无论座可以 对吧 你也上不了飞机上的厕所 上不了 我记得是还有一次 就是上高 上那个坐卧铺的时候 当时我是最高层 买胶后没有 只能坐在顶层 最后我正要准备上去 但是我也上不去 上了半天也挤不进去 最后下面那个叔叔说 咱俩换一下 你要睡在上面 我都不放心 你万一砸下来 我不就废了 你减肥是经过 专业的减肥机构减的吗 对对对 我去了长春的一个 专业的减肥机构 就是通过中医针灸 中药火疗 还有在平时就按 医院规定的作息时间 还有饮食搭配 还有运动计划 就是天天就是受到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突然之间 身轻如燕的感觉真好 太好了 是吧 来跳两步看看 没问题啊 我现在通过这段时间 我感觉我身体数据 每天走两个多小时 到后一天三四 所以可以证明一点 能减得下肥来的人 没什么苦事吃不了的 是 听说你最近就是来我们这 应聘还发生了事情是吧 对 我爱人因为那个什么 骑电动车 当时是骑的时候 有个大学生突然看手机 跑步把我爱人整个给撞倒了 最后我爱人当时就胳膊这儿 粉碎性骨车小块 那个大夫跟我说是 做手术只能净我自己 就是净我们医生最大的能力 去给你夫人到后 把这个小骨头去拼接 如果拼接不成 那块小骨头掉下来 只能截去以后 后期要是有那个啥 就是人工医治那小骨头 完了再给植进去 所以你是把老婆安定好了 再来的 对啊 我老婆当时现在是 他一说到老婆 那个特别沉重 应该是个很爱老婆的人 现在正在医院里面躺着呢 反正没有生命危险 现在是昨天做手术做完了 做完以后 因为我通过节目 我必须来 所以家里面就安顿我的妈妈 跟我的爸爸 到时候看我的爱人 就他很珍惜这份求职 老婆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但他还是准时地赶到 是吧 那你想去哪家企业 有做准备吗 有做了解吗 我就是想那个 去一家内蒙的企业 因为我现在 在内蒙呼和浩特市上班 我那个 因为我爱人 现在又出现这种情况 我求职肯定是只有求职在我当地 我能陪伴我的妇人 好好照顾我的妇人 照顾我的父母 我们这儿有哪个单位 在内蒙呼是有职位的 有吗 包头有 包头有 没有霍和浩特的 只能在那儿吗 因为 那没有啊 怎么办 没有 我就今天 我今天就先来面试 那我只能 就是家里面先照顾我的夫人 那你做什么呢 只做销售吗 现在 我在美团也上班 因为 减完肥中途就是回家两年 因为欠的 外债也欠的太多了 我在美团上班 而且我每个月 还是站里面的第一名 他是个外卖骑手 但可惜啊 今天没有内蒙的 这个内蒙谷的这个职位 对 你只做销售吗 我其他也都能做 什么 就是外卖系列 外卖 我送外卖 我们这 或者就是销售 其他产品也行 你能销售什么产品 我之前是一直 以乳制品为主 就是当时就是说 有三年 这没有啊 没有乳制品 那我就只能 先陪伴我的夫人 先照顾她 把她照顾好